今年参加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的作品将近有2000件 是历年来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 中山工商在强敌环刺之下涌夺了五个专业群组的第一名 其中外语和家政的成绩是二连霸 也写下了比赛的新记录 教育部国教署举办的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专业群科107年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 中山工商在2000多件作品中 在外语群 家政群 餐旅群 商管群和电资群都拿到第一名 其中外语群和家政群还完成二连霸写下这项比赛的新记录 其实专题制作就是在考验学生团队合作的一个能力 那专题制作它本身常叫做创作创新跟创意的部分 所以养成学生有很好加一个思考的能力 外语群三年级学生彭苏 玉如是卢凯族贵族 他发现卢凯大部落只剩下七位起到有手纹 于是跟同学透过专题制作深入了解卢凯族的纹手传统 就越来越少看到老人家手上有这个纹手 于是我回来台湾之后就跟我团员啊 指导老师一起讨论去研究这个背后它没落的原因 然后就想要复兴它 参旅群学生培养凤梨皮天然酵母 应用在欧式面包 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过程辛苦 最后成功夺奖感动难以言喻 很享受在参加这个比赛 虽然过程中很不被支持 可是最终我证明自己我可以 其他作品更是发挥巧思改善生活上的不方便 发想过程虽然不简单 但最后夺下家机努力都值得被赞扬 港独新闻王苏洪金仪采访报导